你好 自由行的領略 二十年前開放自由行 國內遊客湧入 當然他們的消費習慣很不同 當時國內的物資還未完善 他們拖著行李行李 瘋狂地掃藥品 化妝品 金色名標 上送有些是自用 有些是送禮給朋友 當時的零售市道很興旺 但隨之而來 會帶來香港市民生活上有些不便 更因此 更曾經有一些矛盾 有些衝突 投資得來 發現所需的學問不少 尤其是行為學 需要在投資的時候 掌握消費者的行為變化 發展趨勢 當中隱藏的風險 這些月曆 令你將來投資的理解 慢慢變得成熟 多了份審慎 看見今天 很多樣的生意失敗 例如化妝公司 珠寶公司 商店炒家 電視台等 如同一本教科書 描繪著消費習慣不停轉變 解釋著背後的發展 選擇 原因 相關 求不永遠 各方為自來自回合 總項目 選擇 各方為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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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 討論 禁止 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